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上 我们终于等来了小米的最新产品 红米Note3 从全新的外包装上 我们就能看出 红米Note3此次有着非常大的改动 它首次采用了金属机身 侧边并没有使用常见的CNC切割倒角技术 而是覆盖了一层聚碳酸质边缘 用来保护屏幕 底部依旧配备了三颗虚拟按键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在红米Note3上 将红米系列的招牌设计 红色虚拟按键取消了 采用了灰色的设计 屏幕方面 红米Note3搭载了一块 1920x1080分辨率的全天核IPS屏幕 型号为天马NT35596 和红米Note2保持一致 在硬件配置方面 红米Note3使用的是联发科 MT6795系列芯片 说Micro SIM卡槽 最大的亮点当数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了 在保重了8.65毫米的机身厚度和164克的重量下 红米Note3的设计确实可圈可点 这是一颗1300万像素支持相位对焦的摄像头 感光元件为三星S5K3M2 由Offlame负责模组组装 下方是一个指纹识别区 据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 红米Note3能实现0.3秒快速解锁 实际体验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 系统方面搭载的是8月份发布的MIUI7系统 加入了一个小米钱包的应用 支持指纹支付 此外还支持红外功能 让你的手机能够轻轻松松的遥控一切 具体关于这个系统 我们以前有详细介绍过 在此就不多做赘述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就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订阅我们吧 科技下午茶与你轻轻松松聊科技 招牌设计红色虚拟按键取消了 采用了灰色的设计 屏幕方面 红米Note3搭载了一块 1920x1080分辨率的全贴合IPS屏幕 型号为天马NT35596 和红米Note2保持一致 在硬件配置方面 红米Note3使用的是联发科MT6795系列芯片 双Micro SIM卡槽 最大的亮点当数4000mAh的大电池了 在保证了8.65mm的机身厚度 和164g的重量下 红米Note3的设计确实可圈可点 这是一颗1300万像素支持相位对焦的摄像头 感光元件为三星S5K3M2 由Offlame负责模组组装 下方是一个指纹识别区 据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 红米Note3能实现0.3秒快速解锁 实际体验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 系统方面搭载的是8月份发布的MIUI7系统 加入了一个小米钱包的应用 支持指纹支付 此外还支持红外功能 让你的手机能够轻轻松松的遥控移 终于等来了小米的最新产品 红米Note3 从全新的外包装上 我们就能看出 红米Note3此次有着非常大的改动 它首次采用了金属机身 侧边并没有使用常见的CNC切割倒角技术 而是覆盖了一层聚碳酸质边缘 用来保护屏幕 底部依旧配备了三颗虚拟按键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在红米Note3上将红米系列的 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上 我们下红米 Budko